似火珠避水雨 这两个星宿呢 就代表着这个营造建筑这一大类的 那前面那个V也有一小部分 这两个主要是如此 它两个星宿离得比较近 那这个后来呢 因为星宿啊 它也是多转性仪的 后来我们后的一些朝代 把这个壁啊 分为西壁东壁 那东壁就归于这个壁 可见这个星星也是在动的 人呢 也是在不断的进化 这个是火珠 珠我们想到了谁 对猪八戒 这个传说就跟它有关系 那它们不光是一个星君 还代表着事物 还代表着神兽 很多东西 这个神兽呢 其实有的时候 上古啊 在早先有些兽啊 后来你比如说西王母 就演化成了人形 在山海经里面 这个西王母 还是胡吃包围 那后来就是不断的演化 进化 就变成了人更高级的这么一个形态 那当然人家早就成人了 成上天很早 那我们都是后来后来后来 人家经历多少节 修行修炼 那这个碧水雨呢 这个雨也是一个神兽 据相传为陶贴和他的一个手下 所上龙手人身 或者蛇手人身 说法不一样 后来变成猫身 等等 就后来又变 这个灵演化 又幻化 都有他一定的缘分 那 是火猪 避水雨 一个火一个水 我们说 这个 他们大概就是在玄武的背的位置 有龟壳 当然了 背上面还有蛇 有蛇形 他们上面的这个 有这个 因为龟 加上藤蛇 加上两个 就有这些动物的类像 化身 合在一起 才叫玄武 我们记得曹操有个诗 神归虽兽 犹有尽诗 藤蛇成雾 终为土归 那这两个结合起来 就玄武 也有很多说法 这个龟蛇 说是真武大帝脚下两个 后来甚至 喜曼娘子传奇 法海跟白蛇 等等 以及后来在现代的 我们还有很多说法 这个谁 毛 也是 这个龟 什么的 葱天盒的那些 我们不多说这个 那我们简单 这就简单一点 然后说两个重要的知识点 首先呢 你看 火水 前面呢 就是连起来 木 金 土 日月火水 那日月也是一个火一个水 我们这个顺序 其中第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 它跟人体的经络的运行是一样的 你看 子时是甘胆经 主木 然后是筋 肺大肠 然后土 胃 皮 然后心 小肠 这个主火 然后肾 膀 水 然后杏鲍 火 三角 水 刚好跟这个顺序是一样的 那可见天 应的这个能量对于人生 是完全一一对应 那这个我们要参悟的 网上书上不一定有这个 同时呢 这个一月呀 因为走的是月亮轨迹嘛 比28天 大概平均 那一天一个星宿 每个星宿当值 每个月都有他们 呃 作为值班主管的一天 因为建房屋嘛 他还包括图书馆 这个两个人都比较内向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不出门 所以极多凶手